好我們繼續帶您看看為了反核這些台大正妹 畢業的化妝品千金藝人黎蜜 他現在正在著總統府進行裸體藝術的表演 我們立刻交給記者王毅潔 好的現在在凱達格蘭大道前藝人黎蜜還有環保團體 他們是在車諾比也就是核災的25週年前戲 是來到總統府前面要反核 那藝人黎蜜他今天是號稱他要在戶外進行所謂的裸體藝術表演 然後讓警方都相當的緊張 因為他們沒有經過集會郵警法的申請 然後還警告他來看一下現場的情形 退縮了 撤退了 退縮了 撤退了 現在什麼都沒有你 你們要幹嘛 你不要打住 打住那個 好 那個高一點 好 好的畢業體於台大戲劇系的李蜜呢 他父親其實是潛之名化妝品公司的董事長 他其實是有小誰堂的封號 五年前呢 他其實還在台大就學的時候呢 就有受到環保團體的邀請 以背部全裸的方式呢 是有拍攝所謂名裸不合的網路影片 之後稱是華人史上第一個裸體反复的情境 那這一次是因為日本的福島合場爆炸 他再次接受環保團體的邀請 拍攝了一系列裸體的影片還有海報 然後因為他頂著所謂的高材生 還有就是千金小姐的頭銜 李命坦言呢 其實現在家裡面已經有一個禮拜都不跟他聯絡了 因為他們反對他這一次的表演 比較現場的最新情形 時間交還給彭妹 好 你看到為了反核啊 這個千金藝人李蜜他在總統府前面來裸體表演